那接下来走上红罕的 他们是谁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了 是不是 另外一对抗力 让我们欢迎罗靖唐嫣 朋友们 规矩来讲述的是 所有的主角们 因为家庭 理想 爱情等种种原因 相聚美国 成为藤校精英之后 从象牙塔走向社会 一步步完成蜕变的故事 该剧于2018年5月14日 在东方卫视首播 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是 欢迎两位 刚才罗靖没有和我们的 布小谷 布小谷一起出来 我以为胃又不舒服了呢 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 原来有太太的支持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移赴到我们的采访区 有请两位 有请两位 来 欢迎两位好 归去来两位已经是一起合作的吗 那那个时候还只是男女朋友 对不对 现在全新升级了 接下来还会考虑两个人一起来出演电视剧吗 如果有合适的吧 对吧 随缘随缘 随缘 你们俩有没有底下商量过 你们觉得最想演怎么样的关系 光演情侣这样太腻了 下一个想挑战的是什么类型的角色 随缘 您怎么样评价您的丈夫 在刚刚在东方卫视热播剧当中 那位为老不好的电视制片人的表现 很好很好 你有看那个《幕后之王》吗 有看吗 有看有看 所以彼此也会看彼此的作品 然后会提意见吗 会 会的 真的会 所以两个人还是在家里也在业务学习 所以互相努力 互相扶持 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 再次欢迎两位 有请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揭晓的是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为我们揭晓的是制片人 侯洪亮导演刘江 大家好 我其实今年特别期待的一部电视剧 是刘江导演拍摄的老酒馆 其实我特别想问导演 就演员如何才能成为卓越品质之星 卓越品质的演员 他需要两方面 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准备 再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的态度 你是不是用最认真的态度 敬业的态度来完成你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品质演员 我们刚刚合作过 在我们拍摄的180天的工作日里面 没有请一天假 非常敬业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唐嫣 她是年度最美的新娘 也是最幸福的演员 她和爱人 连妹主演的龟绪来 好评如潮 田园始终是你的田园 你就应该有勇气将它重建 她饰演的留学生肖青 既单纯浪漫 又不失正真之心 在爱情与职责之间 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细致入微 且富有张力的表演 显现了追求完美的卓越品质 有请唐嫣摘下品质之过 发表品质感言 归去来对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通过肖青这个角色呢 也让我获得了不少的思考和成长 一个人究竟是应该选择 对的事情 还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那我相信看过 《归去来》这部作品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都能够找到清晰的答案 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 都能够让大家看到 一个全新的唐嫣 看到一个在不断前进的唐嫣 那谢谢SMG 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归去来所有的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 因为一部好的作品 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 我也会带更多的作品送给大家 谢谢一直在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祝贺唐嫣 我曾经依偎在你的身旁 紧紧聆听你心跳的声音 那么美丽 令人着迷 有什么能逼得上你的笑容 找下一点点影哄你的脸 爱的黎明 被你叫醒 爱的脚步走不出你的思念 离开你越远 想你就越多 我爱你中国 我想在你怀里把你的手紧握 想让你绵绵不觉滚烫的热血 从我的心上远远流过 从我的心上远远流过 雪花里 雪花里 仍然有那多目的颜色 温暖着 所有的寂寞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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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我爱你 中国 多想在你怀里把你的手紧握 我爱你 我爱你 中国 我爱你 中国 你 我爱你 你 说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所有的寂寞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是 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那这两位呢 是我的大学同学 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饰演了一对夫妻备受好评 对 很巧 正好他的其中一位大学同学呢 是我大学同学的家属 然后咱们就不卖关子了 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童谣 她是大江大河中 对命运势不低头的农村女孩 宋运萍 小辉 咱们考上大学了 把青春奉献给挚爱的土地 质朴无花的表演震撼人心 杨硕 她是大江大河中 新型务实的农村改革者雷东堡 我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把所有的地 分配到你们每个人 兴起进取的拓荒者 用豪迈而坚定的脚步 书写出一幅深情饱满的 时代篇章 祝贺两位有请童谣 我感谢的 我感谢的 我的搭档 王凯 还有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同学杨硕 在戏里一直欺负我 在戏里一直欺负我 但是戏外 对我很好的小明姐 以后 如果我们再合作 我不会让你生气 喝那么多碗粥了 我刚才站在这舞台上 我突然有一种 这个 罪孽感 去年是我跟涛姐一起 站在这儿的 然后今年我就跟童谣 站在这儿了 感谢大江大河里面的每一位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妈妈 小明姐 刚才我感动死了 祝贺杨硕 其实应该说 东方卫视会给杨硕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刚才唐妍已经提到了 台上的四位有三位 是大学同班同学 我们今天拿到了一张 很珍贵的照片 那就是童谣和杨硕 12年前的毕业照 大家想看吗 刘涛 你对杨硕比较熟哈 你来评价一下吧 童谣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的美 但是杨硕 长得是着急了一点 但是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 非常纯真 不忘初心的人 所以就算你现在 长得胡子拉擦的样子 我觉得你依然还是很帅 今天既然是同学聚首啊 我觉得可以互相来说一说 杨硕 对 的确我们俩 在大学是大段子最多的同学 我觉得他还是 就是对表演的那份热情是没变的 因为我这次跟他拍戏 我觉得他还是当年那个 能在排练厅 就是把道具什么都搬好 然后等着第二天交作业 能睡在排练厅的那个大男孩 变化的就是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着急 那我们请越来越着急的杨硕 走到童谣身边 这个说女同学可不好说 没变的 没变的我觉得 瑶瑶和唐唐她们俩都是 还是那么美 然后是还是那么单纯 变的就是越来越油墙滑掉 而且还会挑戏我 是带着联系与爱的欺负 来唐嫣 你也可以来说说她们 其实这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次跟童谣在工作场合见到 同学的情意 我相信再过多少年 几十年都是不会变的 还是亲切感 然后杨硕的话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 就演过我爸 其实真的没有怎么变 变的可能真的就是童谣说的 越来越着急 而且刚才刘涛呢 在私底下也给我们介绍了 杨硕曾经私下放言跟刘涛说 只要跟我合作过的 演过我恋人妻子的女演员 我说过这话吗 你说过这话 不知道她会不会有那种表现 就是说一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在布登的时候 她会一直在那做佛撑 因为我跟她合作两次 我发现她都有这个习惯 真的吗 今天要试一下吗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环节 我这满脑袋汗 给点鼓励 为了马上的新戏做准备 罗敬变成了她的服装助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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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那颗扣 绷得太紧了 我要干嘛 算了算了 我们不为难你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不为难你了 非常感谢 更加的谢谢你们 给我们分享了那么温暖 那么美好的回忆 好也谢谢我们两位推荐人 好也谢谢我们两位推荐人 谢谢大家